主的日子是指什么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来一二三 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是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前 因为主必亲自降临 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 拥有上帝的号虽想 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头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以主相见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 弟兄们问到时候日期 不用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兄弟妹 耶稣说 这里保罗说 耶稣好像贼一样的来 耶稣会再来吗 耶稣肯定会再来 他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 其实喔 当保罗说他好像贼来一样 是一个很不好的形容词 但是他实在没有办法找任何朋友 贴切怎样形容也出来 你家有陆贼过吗 我不知道 我家陆贼过 贼没有说三天后 十二点十五分 然后我会用后门进 请你注意 有贼这样跟你讲的吗 有这样的嚣张的贼吗 我还没有看到 贼是偷偷摸摸的 你没有想到的时候 他来了 你以为你安全的时候 他来了 主耶稣来的时候 是你万万没想到 哎呀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我哪里有这样的事情 还早啊 可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 跟我死后 可能我的子孙才有啊 当你想到不可能的时候 耶稣来了 耶稣来 要好像贼一样的来 OK 我们就先来查询 我们看一个video 应该是 还没有 还没有 OK 然后 啊 什么日子 是指什么呢 圣经讲 字头要变 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雪 这都是年华 大而可慰的日子 未到已先 日夜昏暗 心素无光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要变黑 月亮也不放光 重心要同 要从天上坠落 祝天之士都要整动 所以因为 耶稣还没有来之前 有一个预兆 就是字头要变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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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月亮要变雪 这个礼拜 我没有办法给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影片 我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我才想到 哎呦 月亮怎么样了 下星期 如果你能够 叫朋友来 让他们去看到 我们 世界到底 到底 到底 发展到怎么样了 我们看 next 所以 我们做一个结论 主的日子 就是 耶和佛大而可慰的日子 主的日子 就是 那些日子 那些 那些 那些日子 就是字头要变黑 月亮要不放光的日子 就是 主的日子 下星期 我会给你看 太阳已经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月亮已经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我看 现在这些东西有了 还没有 sorry 所以 主的日子有什么 诶 有其他东西 主要来的日子 有其他东西 你会发生 第一 死人复活 第二 全球大黑暗 ok 太阳不放光 月亮 变雪黑 然后 巨大的太阳 啊 巨大的灾难 也是下星期外 这多大灾难 是有多 有多大 有多 有多难的灾难 ok 我会跟你讲 然后 耶稣再来 最后 耶稣把我们 接走 我们来看 这应该是比较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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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